小鸡 小鸟哥哥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我到处找你都没找到 这山上都快下雨了 你怎么还在这呀 我在那上边收了一点山货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小鸟哥哥 我担心你啊 小丫头 小鸟哥哥 你以后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再过两天 我就搬出去了 搬出去 什么意思啊小鸟 这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出去啊 小丫哥哥 你不知道 村里有一些人 在说我们的咸咽碎语 说的天花乱坠的 他们说是我赖在你家不走 还说 我一个女孩子 跟一个男人住在一起 怎么怎么样的 小鸟哥哥 这个事情你不用管 等过两天 我找到房子 我就搬走 对不起啊小鸟 小鸟哥哥 你不用道歉 这跟你没关系 这也不是你的错 这房子本来也就是你的 是我们不应该住在那里 怎么会呢小鸟 你别这样说啊 你不要太去在意别人说什么 小鸟哥哥 其实我在意的 不仅仅是别人的谐言碎语 那是什么呀 你知道吗小鸟哥哥 在你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 但是你的出现 为我的世界点亮了一盏灯 让我的生活 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改变 但是 我心里也挺害怕的 可害怕有一天 这盏灯会突然灭了 到时候我肯定会很担心 很难过 所以说 与其这样 还不如早一点离开吧 小鸟 你不用太去在意别人说什么 然后就这个房子的话 你和外公就在这儿住 没关系的 但是 如果哪一天 我真的要离开的话 你会舍不得吗小鸟 小鸟哥哥 以后的事情 我们以后再说吧 我们先回去吧 我帮你回吧 没事 我自己来 走吧 走吧